娱乐焦点大陆女星范彬彬 登上了最新一期的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 这一期的时代是探讨中国如何重新颠覆电影产业 并且是以范彬彬的工作还有影响力来切入 还大赞她的大眼睛跟面容 美丽的就像卡通里的公主 其实在这之前能够成为封面人物的华人影星 是功夫皇帝李连杰 而这回也是时隔了九年 再度有华人影星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春晚在大陆现场 范彬彬才刚开工就传出喜讯 登上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 多次在国际影展为华人影星争光 时代杂志形容范彬彬是富比式杂志 认证的全球收入第五名的女演员 她不但是整形外科的热门范本 一双水汪汪荡眼睛和美艳脸蛋 更被周刊称赞 有如从卡通片走出来的公主一样 其实基本上像我们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 愿意为别人着想的 35岁范彬彬爱情事业都得意 报道中更提及 范彬彬去年拍摄多部电影 不仅票房亮眼 还入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文中也借此探讨 大陆电影近几年的蓬勃发展 就连好兰物也必须学习 其实华人影星登上封面人物 巩立王妃和成龙都是潜力 如今也是继2008年 功夫皇帝里连结之后 相隔九年再度有华人影星登上封面 记得台北纵路不到